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李梦正在WNBA征战比赛 虽然说最近的出场时间不多 但是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来到了国外打球 那么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的话 也希望他能够在国外闯出一片天 我们从目前来看 其实在李梦征战国外比赛期间 就在最近他和张龙以及他的前妻的一些三角的问题 在最近又闹出了新的风波 估计对于李梦而言也造成了不少的一些烦恼 根据张龙的前妻在社交平台当中 更新的一些消息 我们了解到他提到 最近张龙是迟迟没有去交上扶养费的问题 让他也非常的没有办法 所以最近的话他也是打算于此网破 彻底透露了张龙在此前做过的一些非常过分的事情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从目前网友赛出了张龙前妻 在社交平台当中回复的截图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他的前妻真的是彻底撕破脸了 首先一方面还是和之前一样 一直在指责前夫没有兑现扶养的程度 没有对自己的几个孩子负起责任 另外一方面他也说 如果把自己逼急的话 他将会采取一些行动 而且还透露了张龙在过往做过的一个非常过分的事情 有狗严重的话是需要坐牢的 这个问题就是挪用公款 在回复球迷的评论区当中 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投诉张龙没有问题 他的前妻就意外说漏了嘴 说他当时曾经是挪用过公款 所以其实对于张龙来说 这种行为是非常的危险的 一旦金额很大对于公司造成损失的话 他分分钟有可能要进去的 所以其实这一次张龙他的妻子 透露了这个消息 无疑是非常的劲爆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对于外界网友 质疑张龙的前妻 是不是要求要收一个亿的一个抚养费的话 他也是明确回应了这个大瓜 他表示抚养费不是一个亿 但具体是多少呢 他也没有透露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一个亿确实太过夸张了 应该不会有那么高额的费用 毕竟不管是李孟还是张龙 也拿不出这么高的一些费用 所以的话这个消息肯定是假的 但具体是多少费用呢 我们估计也只有当事人能够知道 我们就不必要去揣测太多了 总的来说 从张龙他的前妻三番五次回复 求命的这些言论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作为一个单亲母亲的一个无助 每一次自己想要讨一些说法的时候 却遭到男方的拒绝 而且是蛮不讲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接下来对他的前妻来说 真的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真的没有必要给这些人留下太多的颜面 既然他手中握有实锤 握有证据 就直接来一个大曝光 让外界都看清楚 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这样他才有可能有朝日能够迷途知返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